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古印度摩吉托国阿裕王 这个皇帝曾经说过 我这辈子没有任何事情是做不到的 在古印度 的确从小生长在皇宫阿裕王 自出世以来 茶来生手饭来战口 一切大小事情 皆由侍臣奴婢为他用心打点 乃至成年之后登上王位 建立了孔雀皇朝 带领军与南征北讨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因此各地大小国的国王 俯首称臣 请愿你是皇帝 我们就是臣民 方圆二十八万里内 尽是阿裕王的属地 阿裕王这句话说的可真是名副奇事 他真的是很厉害 然而阿裕王却叹了口气 他自己说 哎 只是住在北方池里的龙王 独独不肯降服于我 那么令阿裕王伤透脑筋的问题 因为在国境北方有一个三百余里的池塘 驻扎着一个龙王 因为昼夜供养佛的舍利一分 供养佛的舍利了 而有大威德神力 阿裕王三次率军 领巷 马 车 部等四部队 前往征讨 皆无功而返 过去 他们皇帝出征 不是大象代表的胜利 大象 所以在东南亚 在古时候 都是大象代表的 这种吉祥 能够成功的 然后是马 然后是车 车套在马上 然后呢 步兵 就是这么出去 那么经常呢 没有成功 那么这个阿裕王呢 就在想了 想必是龙王供养佛的舍利的功德 于远于我 就是比我还要大 使得正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龙王始终 无视我的存在 就是不认为我 能够战胜他 来人哪 快快修立 塔式 栽生共佛 供养三宝 正要陪得知福 阿裕王啊 他就要造庙 造塔 然后呢 供僧人 供养三宝 佛法身 在阿裕王 急促的 催促下 全国各地 纷纷开始 兴建 寺院 社坛 言请高僧 讲经 说法 令 全国人民 普瞻法语 同声 法乐 一时间 僧侣来往不惜 国内人人法喜充满 得大利益 哎呀 法喜充满了 整个地方啊 都是法喜充满 过了一段时间 阿裕王 自己暗示了 这个思寸道 不知如今出征的机缘 成熟了没有啊 我也做了这么多功德了 正的福德 与龙王的福德 现在要看一看 究竟谁大呢 阿裕王毕竟 非常的聪明 不智 而且非常善于变通 不久 他想了一个 绝佳的妙计 他以同样的质量的金子 就黄金啊 打造了一尊 自身的树像 他自己的树像 再打造了一座 龙王的 雕像 分别放在 这小的啦 很小的 分别放在 秤的两头 两面 他因为造的时候 那黄金的分量是一样的 他就放在两边 秤的他的分量 那么一放上去之后 第一个回合秤的时候呢 龙重 王清 也就是龙王那头 重 往下 阿裕王呢 那个清 阿裕王皱着眉头啊 他就下令 来人呢 继继续大布施 请高僧们 讲法 他继续做更大的功德 过了不久呢 他再秤 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又秤了 诶 没想到这次一秤啊 秤了 这两头啊 黄金啊 平行了 一边大了 阿裕王露出了一丝微笑 嗯 看来 我的决定是对的 良官 开放 良仓 政绩 这个国内孤苦无依的弱者 他又做善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裕王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又将两座金色的树像 放在秤上两边 当他看见自己的肖像 这个黄金啊 望下沉的时候 他哈哈哈哈大笑 欣喜若狂的 宣布准备出征的消息 他对下面的 这个军队讲 走吧 咱们攻打龙王去 这回必能大获全胜 当时阿裕王率领了十万大金 哇 油马车呀 一路 前进 走到半路 突然看见 远方似乎有人 一队人马挡在路中央 不一会儿 前锋部队的将领 挥着马鞭 赶快回到 在部队当中的阿裕王跟前汇报 大王 龙王和龙族大小眷属 已经在前 恭候大王多时 准备请降 就准备投降了啦 阿裕王于是驾着马 快速地迎上前去 下马 扶起跪在地上的龙王 并接受龙王所供奉的 佛舍利 从此以后 阿裕王便以恭敬心 供养佛舍利 并建八万四千宝塔 弘扬佛法 广禅大成不错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三宝在世间 弘扬佛法 道十方 让众生能够认识真理 才能得到出世解脱的利益 这是为人间罪上的福田 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学伯人应该怎么样 能够成为一个 无可以众生的人 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别人 要供养三宝 要恭敬 你会得到无量的福报 你供养三宝 你会得益正法 别人看到你的所作所为 就会尊重你 降服于你 所以我们人要把握姻缘 好好的精进努力 广众福田 能克机取证 早一点道业成就 所以我们做人 修行一辈子 你才会有意义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不好好修 等你明白了 你也差不多了 所以要精进勤修 人干净了 身口意 就会清净 佛的身体 意念 代表着佛性 所以为什么说 开口就是佛法 因为你的身口意 就是佛性 所以 与身口意相应 好好地改变自己 产生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